天台教官刚中 诸位法师慈悲 陈会长慈悲 诸位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 第十五面 我们讲到丙二的别式 那么我们的本师 释迦牟尼佛 成道以后 可以说是说法四十九年 讲经三百一会 那么佛陀在说法的时候 它是有两个重点 它第一个重点 是应激说法 佛陀是站在众生的根基的角度 来宣说 它相应的法门 你是人天正的根基 它讲五戒十善 你是二称的根基 它讲四地十二应元 你是大称的根基 它讲六度法门 这个是佛陀早期说法的方式 站在众生的角度来说法 但等到佛陀晚年以后 这个地方就 佛陀必须要做总结了 就必须要开前显示 会三规 就是说 释迦摩尼佛你老人家 在生的时候 是为所有的众生说法 那到底你老人家内心是怎么想的 就是说 站在你老人家的角度 我们先不考虑众生的根基 就是你内心是怎么想 所以我们看到佛陀说法 是两种方式 过去是站在众生的角度来说法 后来是站在自己内心的世界来说法 前面叫做为实施权 后面叫做开前显示 到了法皇会上 佛陀必须要做交代 就是说 佛陀说了这么多法 它的核心价值在哪里 它核心价值在哪里 简单一句话 就是说 开示误入佛的自见 就是说佛陀说法 本来只是为了一个目的 要启发我们众生内心的觉悟 因为这个地方太关键了 我们的内心世界 有两种东西 一种是清静的道法 一个是颠倒妄想 当我们的清静道法 没有开显的时候 我们的颠倒妄想就开始不间断的活动 辗转真实 按照佛陀的意思 颠倒妄想要消灭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启发你心中的光明 其他不可能 你怎么对质 都是治标不治本 就好像这个世界上 同时有黑暗跟光明 但是为什么有些地方 我们看不到黑暗呢 因为那个地方有光明 当光明出现的黑暗 自然消失掉 所以 按照佛陀的 火花经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断地攀岩外境 起了颠倒妄想 这才会起烦恼造罪业 才有果报 才有生死领回的问题 所以核心的关键 在于一念不觉 最核心的思想 就是你迷失了你心中的道法 所以你才变成 你现在的这个相貌 这个是佛教里面 最核心的问题 就在这里了 其他的头动于头 脚动于脚 都不是佛陀的本意 但是没办法 众生你有这个需求 佛陀先满你的愿呗 虽然是到了 佛陀到晚年的时候 佛陀是知道 该交代真相的时候 事实后说出真相的时候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佛陀就必须要 正直舍方便 但说无上道 佛陀把众生的需求 暂时先撇开来 到底佛陀你老人家出事 你到底是想告诉我们什么 那么佛陀说 我是要启发所有众生 众生本具诸佛所证的 一念心性 极空极脚极重的道理 这个思想可以说是 佛陀 所有一生所法当中 最核心的思想 也就是说 佛陀在之前 说了很多法 强调法力不可思议 到了晚年才说明 其实在修行的时候 你能念的心 也不可思议 如果你的心性没有这种功德 外境能够启发吗 如果你本身没有种子 你用再多的水去灌溉它 它也开发不了结果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才知道 你之所以能够升天 你之所以能够往生净土 除了佛号的加持力 其实你自信的加持力这一点 你自己忽略了 你的内心当中 有创造功能的德性 因为你长时间 把这个信息用来打妄想 打糊涂了 所以你对自己没有自信 其实你所有的成就 都是心理跟法力的结合 你自己有这种能力 只是你刚开始不敢承担 所以佛陀就用法力来帮助你 其实你要肯承担的话 你趁信起修 你不要从法下手 你的心力就不可惜 所以到了晚年的时候 佛头必须交代这件事情 否则大家只是活在 法力不可惜 这个时候佛教的修学 是有欠缺的 那就跟外道没什么差别了 佛法不共有外道的地方 才是你内心的觉悟 内观这块 所以当法华经讲完 心力不可惜的时候 佛法的整个思想就齐了 能念的心不可惜 所念的法也不可惜 所以这个时候产生心力法力的结合 才能够创造无上的功德庄严 那么佛陀 其实佛陀在开示物的佛陀之间的时候 佛陀是采取两个方式 从五十的叛教来看 佛陀第一种方式是直接的宣说 第二种是次第的开导 就是强调心性功德不可惜意的方式 如果你善根成熟了 佛陀就不要那么多字幕的了 直说大法 比方说华严谨 华严谨就是佛陀直接开寝 自信功德的不可利 跟守的菩萨直接承当 直接修六波隆密 直接契入佛陀的功德大海 集中生性投大绝海 这些过程啊 什么四历十二应援通通不必了 直接讲佛教的核心思想 这个是华严谨 直说大法 但是很多人没办法接受 因为长时间 我们打妄想打得太久 我们跟妄想在一起太久 我们对自己已经失去了 觉悟的自信 所以佛陀必须要有一个过程 开方便门 是真实相 必须要有一些调伏引导的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就构成了 华华的所谓的 华华的思想它也是先说妙法 但是它是怎么样 次第的开导 不像华严谨是直接的先说 华华经在开导妙法的时候 它的过度 在华华经佛陀讲出一个批语 说有一个大副长者 他生了一个独生子 那么有一天 这个家里的附近有一个庙会 一个热闹的这个集会 这个长者就带着他的儿子去参加庙会 但是在人多的时候不小心 这小孩子走丢了 走丢了以后 这个长者不管怎么找 就找不到这个儿子了 这个儿子走丢了 他也没有谋生能力 这怎么办呢 就混入了乞丐群做乞丐 就是一村又过一村 这个地方脱坡 这个地方是有钱人家多 善心的人多 今天就吃饱饭 也到了一个贫穷的村庄 这几天就得挨饿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法性流转六道 世民众生 就是他一念的心性的功德 当他一念攀岩心落入六道的时候 他有时候在人天 有时候都伤害到 有时候快乐 有时候痛苦 那么直到有一天 这个乞丐 他脱坡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突然间回到自己的家 他在门口 他已经忘掉了 他门口光光了 他说哎呀 这个家是这种境界 里面种种的七宝的庄严 中间坐了一个长者 也是既族威严 旁边很多的侍从 那么郑东这个乞丐 透过窗户在看家庭的时候 这个大富长者的家庭的时候 大富长者他也看到这个乞丐 他一看就知道 这个是我流失多年的儿子 那么就叫侍从去把他追回来 那么两个侍从 接到这个小孩的时候 这小孩就鞭跑说 我没有要偷你们东西的意见 意识啊 我只是路过而已啊 那么就是说 这个小孩 他乞丐坐久了以后 他怎么样呢 他自己没有自信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两个侍从把乞丐追到 把他抓到这个长者前面的时候 这个小孩就晕过去了 这个长者说 这个长者说 这不是办法 强迫没办法 把他换回去吧 让他继续做乞丐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长者就要讲出一个办法了 就是说 找一个人 你化妆成乞丐 去做他的朋友 那么这个人 他也愤怒着乞丐 就是你也是乞丐 我也是乞丐 大家是好朋友 同事社 所以他就慢慢跟他 结成一个好的朋友的时候 这有一天 这个侍从做的乞丐 就跟那个乞丐说 他说 我们这样子做乞丐 也不是办法 应该怎么办呢 他说 我知道有个地方 他有工作的机会 我们可以去应征 做个工作 有固定的收入 这个乞丐说 好啊 这四种就把他 这个乞丐呢 就带到这个 大副长者的家里面 当然就两个都录取了 录取以后干什么呢 扫厕所 做清洁的工作 从卑贱的工作做起 作为一个乞丐 他本来生命是 没有固定的住所 没有固定的收入 所以他能够扫厕所 做虽然卑贱 但是他起码有个地方住 有东西吃 他内心 生命灭以 极灭为乐 非常的安稳快乐 而且非常满足 他觉得人生快乐 不过如此 那么大副长者看这个人 扫完厕所 他慢慢有点承当力 因为他开始开始赚钱了 不像以前打望墙的时候 他觉得这个人有承当力 好 把他升级 所以干什么呢 管库房 那么这个乞丐 以前接触的都是一些 污秽的东西 那么管库房是看到 大副长者里面的 无穷的珍宝 看到大乘佛法 甚深无量的功德 这个时候 他真的是吓一跳 世界上有这么个东西 我以前以为 我也有个饭吃 有个地方住就挺好的 所以这个时候 他看到大战的 胜身功德的时候 内心当中的打击是很大的 原来 这个众生还有这么个火花 但是他这个时候认为 这个珍宝跟我没有关系 好是好 但是 有些的有 有些的没有 这个是命中注定的 那么到最后第三阶段的时候 长者看乞丐慢慢的心智成熟了 胸量也扩大了 就变成当家师 同理整个长者所有的事务 最后 到最后晚年的时候 就长者富财 那么长者就把所有人叫过来说 这就是我流失多年的儿子 那么这个当家师呢 也就直下承当 那么这个地方说什么 就是说我们的修行有两种选择 第一个 你离家出走去修行 这是第一种选择 你放弃了你内心的珍宝 我不是要住在家里面 我到外面去打批 也可以 这是一种选择 这种叫做向外攀岩式的 一种没有安住的休闲 但是第二种就是说 你可以把心带回家 虽然这个乞丐 他现在还有很多东西要去成就 但是至少他已经回家了 这个很关键 也就是说 我们长时间以来被妄想误导 那么即便我们开始套入的佛法 开始去持戒拜灿 还是用攀岩式 用妄想来修学 我们只能够依靠法力的色授 我们刚开始就是这样修学了 心外求法 直到法华会上 让我们再开始回光缓照 正念真如 告诉我们自己 其实当我们把妄想拨开来的时候 我们内心的清静心 菩提愿跟十方诸佛是没有差别的 只是我们是因种 佛陀是一个佛德 他是果地 我们是因地而已 就是说 我们现在虽然是大物长者的儿子 但是总有一天 你只要不中途死亡 你是要继承长者的全部的家产 所以在法华的思想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经过法华经的训练 你这辈子就活在 法力不可思议 就是你平常该打妄想 你还打妄想 带着妄想来修行 就是说 你心中以前是怎么打妄想的 来到佛教 照打不悟 但是差在哪里呢 差在你偶尔进佛堂做做功课 就差在这里 那么离开佛堂以后 该干嘛 那么这样子 你本身的内心的觉悟 完全没有启动 这样子的后果 就有一个叫日节相悖 就是你修一节 你赶不上人家内观的人 再修一天 就是说 我不想回家 我就愿意流浪 那你站在外面 你再怎么工作 就比上跟回家 你直接继承家业的人去 去创造功德 跟离家出走 这两个事不可同日而遇 所以就是说 按照法华的思想就是说 既然把心带回家 那是佛教的核心思想 你必须早点知道 因为它对你的影响太大了 它影响到你一个人 生命的增长快慢 影响你一个人 你修行是不是真正的 由内而外的脱胎放骨 还是一种表面的积极质量而已 就是说 你今天在法力不可思议当中 如果没有把心力不可思议放进去 你这辈子就是佛教的门外汉 门外汉 你不管一天多做的功课 那么只是一个治疗力 因为你内心的觉悟完全没有启动 你没有找到佛教的核心思想 你就很难进步了 这就是为什么 三世诸佛一定要讲法华经 因为这个是佛法的核心思想 开始握住佛的知见 只是佛教有一种是顿梭的 华言的思想是直接闲锁 那么华华的思想是次第开导 就开出了五十八教 一个华言时是顿教 奥韩方等波勒是诗色方便 叫做剑教 华华经叫做会剑归顿 它是会归式的岩教 华言经是直接纲锁的岩教 这个就是五十的一个情况 好 我们来看讲义 你懂得这个概念以后 我们就可以看今天的主题了 那么今天的主题是别式 前面是对五十八教的一个总说 这个地方就个别的详细的说明 五十八教的内涵 这地方有两段出 论五十通别二变八教官法 看第一颗 那么先论说五十的通别情况 先说明通五十跟别五十 天台中它安利五十 它是两种情况 一个是通 就通前通后 它是一个隆通的情况 这个别五十是前后差别 有两种情况 那么我们先看通五十 通五十当中分两颗 一出过次飞 二结身正义 那么首先我们先指出过飞 来伸赐他的飞理 就是说在智德大师的叛教之前 有一些法师的叛教是有问题的 是不合理的 先指出他的过飞 然后再结显正确的议理 也就是说 偶一大师在讲五十的时候 是先破斜再行正 我们先看破斜的 即出过次飞 我们把它念一遍 通别五十论 法华悬一云 服武未半满 论别别有其限 论通通于出后 那么通 是融通 别就是差别 就是两种五十 那么首先偶一大师 他引用智德大师的 法华弦义上说 他说服武未半满 论别别有其限 论通通有先后 五位就是五十 我们前面说过 就是涅槃五位 乳若身书手书跟体虎 乳是直接的 就是没有经过加工的 就是华眼 佛夺成道以后 直说大法 不实色方便的 那么后面呢 就开始实色方便了 通过牛奶的体炼 变成落身书手书 最后才转成甘露体虎 那叫做五位 那么半满 就是全法叫做半 十法叫满 这么在全十当中呢 有差别的五十 跟融通的五十 就是他 站在教法升起的次第 叫做别五十 站在众生差别的根基 佛陀必须要通前通后 通前通后的因缘 那么也就是说 怎么叫通前通后呢 比方说 阿涵 然后变成方等 变成玻雷 但是有些人 他不需要经过阿涵 他本身的 三界的烦恼就轻薄 他不需要经过阿涵的调谱 他可以直接进度 直接从方等 跳过波雷 就可以跳过滑滑 那当然佛陀就不需要讲阿涵 就是说 这个五十当中 他是有开合不同的 比方说 佛陀讲阿涵以后 他这个人的问题 他的善根的内心的觉悟 唯一的障碍是因为反倒出众 他阿涵以后 他就直接可以庆祝滑滑了 当然就不需要方等波雷 这样子多事了 所以他这个通午时 他怎么样呢 佛陀可以说是 一切时讲滑言 一切时讲阿涵 一切时讲方等 一切时讲波雷 一切时讲滑滑 这个就是怎么样 有这个秘密不定的意思 佛陀随时准备你准备 随时等待你准备好 就可以开始误入佛的之界 所以这个五十只是一个原则 这叫通午时 就是有一些特殊情况 佛陀必须要有一些融通的情况 好 我们看这个 我们先看古代的法师的 判教到底哪里处的差错 必须要自得大事重新判教 好 我们先看第一段 张安尊者云 人言第二十十二年中说三成别教 若尔过十二年有疑闻四地 十二因缘六度 岂可不说 若说则三成不止在十二年中 若不说则一段在后疑闻者 佛岂可不化也 定无此理 首先佛陀大师引用天台的 这个智德大师的法弟子 天台张安冠顶尊者 他说尊者说 有人说这个有人是谁 就是在南北朝的时候 刘宋的时候的法师 智德大师之前他们也判教 他们也判成五十 那么在古代的叛教五十 他第一十把它判作人天的因果 就是佛陀出师以后 先讲人天的因果 这是第一十 第二十呢 讲禅秤的别教 讲生物元节菩萨 这种差别的教法 第三十呢 佛陀是讲玻雷的空性 第四十 讲法华经的真空妙有 第五十讲涅槃 会归到一心正如 这是古代的叛教之家 那么这种前后赤地 当然有问题 我们待会再宣说 那么更严重的是 他把每一个五十 标上的固定的时间 那么史令五十变成定型 因为智德大师在叛教五十的时候 他并没有说 阿罕得待多久 方等得待多久 玻雷得待多久 他没有固定的时间 他只是一个原则性的概念 但是古代的叛教 他把每一个时段 都安逆时间的时候 就让五十变成定型 这个有问题了 我们看 我们往下看 他说 假设这个叛教是正确的 那么 人天因果这块就不谈了 直接破第二十 第二十 佛陀讲三称的别教 讲十二年 那么如果有人他出教的比较晚 或者亲近佛陀比较晚 他已经亲近佛陀的时候 佛陀已经成到超过十二年了 但是这个人的根基 应该听到四地法 听到十二音言 听到六度 难道佛陀就不先说了吗 那如果佛陀先说 那当然三称的别教 就不止在十二年中 那么假设如果不说 那么在后一段 才亲近佛陀的 应该听闻四地十二音言 六度的 那么难道佛陀就把这些 信徒众生给放弃了 而不度化了 定无此理 所以这个五十 冠上明确的时间 就把五十给定型了 就变成佛陀说法太死板了 完全不考虑众生的 根基的变化 这是先破这个通的情况 他没办法融通的情况 再看第一个 再看第二段他的破词 今言未声闻说四地 乃至说六度 不止十二年 盖一代中随遗闻者及说耳 如四阿涵五步律 是为声闻说 乃弃于圣灭 即是其事 何得言小臣 悉十二年中也 那么这个地方 又引用 佛陀大师就引用这个经典 说经典上 佛陀处处听到佛陀宣说 佛陀为声闻众 讲四地法门 讲古极灭道 使令阿涵 生文人 知古断情 莫灭修道 取向涅槃 乃至于为菩萨说六度 广泛地积极成佛的资料 那么可见得 这个绝对不是十二年中 因为佛陀为声闻人 说四地法 说六度 四地一六度 我们可以普遍地 在方等波雷 滑滑会上 都有这样的宣说 你滑滑经里面 佛陀不讲四地 不讲六度吗 不可能 所以绝对不止十二年 佛陀可以说 从头到尾都讲四地 讲六度 在释迦牟尼佛一代的教话当中 随一文者 佛陀就宣说 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阿涵经 是小镇的教法 或者小镇的五步律 都是为生文人说 但是佛陀 当然不可能 只是在前面十二人讲三文法 乃至于佛陀灭度 佛陀灭度的时候 在仪教经的时候 佛陀灭度的时候 朱比丘 当然这些 没有成就圣道的 就哭得很伤心 阿罗汉 当然他们已经没有感情的爱曲了 他就不哭了 那么佛陀为声闻众 重新 重提四地法门 在临终之前 还是同提四地法门 告诉五弟子们 要吃苦 要断继 磨灭秀道 一直到 窝浓内尊者 站出来 跪在佛前说 日可令冷 夜可令热 佛说四地 不可令议 我们对四地的理解 不可能改变了 佛陀在安心的入灭 所以你怎么可以说 四地法门只通以佛陀 全面成道的时候 佛陀灭的时候 还讲四地 所以这个法是通前通后的 那么这个通五十当然就破斥了 我们在叛教 不能给叛教一个固定的时间 不可以 只是说原则性的次第是 阿含方等波雷法法 涅槃 这么一个前后的概念 第一个通五十 这个是融洞 第二个我们来看看 这个叛教的别五十也有问题 因为他说佛陀成道以后 先讲人天业果 这个地方有问题 佛战士的时候 有一天外道就西贤佛陀 说佛陀 我知道你老人家有大功德 是大威德的人 但是你内心不平等 我怎么不平等呢 他说你呢 我观察你很久了 你花最多时间为比丘说法 然后呢 才为再加 皈依佛陀的三宝弟子说法 那么你时间最少 是为外道说法 你为我们外道说法的时间最短 佛陀问这个外道说法 如果你是一个荣夫 你有三亩田 你会先种哪一亩田呢 外道说当然了 我的精神体力有限 我肯定先 耕种肥沃的田 我花的精神体力少 收获最多 佛陀说我义乎如是 佛陀在世才八十年 扣掉前面的修行 成道以后三十岁到八十岁才五十年 我没有太多时间浪费了 所以我必须怎么样 做最好的布局 当然是怎么样 先受先度 跟手的纵神 所以佛陀出世以后 第一十肯定是花音十 诸位你想想看 佛陀不可能把那些多生多节 清净十方诸佛 等到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后 这些根手菩萨摆一边 先讲仁天因果 不可能嘛 譬如日出先造高山嘛 佛陀 这些众生已经成熟了 你稍微点化一下 他们就马上握住佛法界了 你把它摆一边 先讲仁天因果 这真的是不合理嘛 佛陀肯定第一个先顿说大法 把这些已经根手的菩萨 直接度了 然后再把这个 这个色身稍微调整一下 这个卢瑟那身收起来 献出藏六的老比丘像 开始陪着众生成长 肯定是这样子嘛 所以第一时讲仁天因果 这个地方就换了 佛陀度化众生 先度根基成熟的 这个众生的这个错误了 所以他换了两个错误 第一个别五时 佛陀不可能先讲仁天因果 第一个 通五时 他把每一个时段安上的时间 史丽五时 他缺乏的互相 前后融通的 的这种过程 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破第三时 人言第三时 三十年中说空中般若 唯魔思义 一和经文之三十年也 大智度论云 须菩提于法华中 文说举手低头 皆得作佛 是以经问退意 若而大品于法华 前后合定也 那么在之前的法师说呢 判定第三时 是讲玻璃的空中 比方说维魔经啊 四一经等等 那么偶尉大师就访问了 说那你是根据什么经典 知道它是三十年 明确的说佛陀讲玻璃空中 总共讲了三十年 他就举例子来迫使 比方说大智度论 阿批拔字品 那么大制定 大制度论是解释 大品玻璃经啊 那么它里面提到说 西菩提于法华中 文说 几手低头 借着作佛 说 在制度论里面提到 法华经说 说一个人 要是安住一念心性的 清清心跟菩提愿 他这样子依止大乘的善根 乃至于做一种微小的善法 少到什么程度呢 比方说 他看到的佛像三宝 他恭敬地点个头 乃至于一几手 接得成佛道 就是说成佛的关键 不在于资粮本身 而是于善根的引导 那么这种概念 法华经述速有听说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说明这个退转的意义 西菩提就问说 那这样子的话 我成就的大乘三根 会不会退转呢 就是从这个因言来 问退转的意思 那么若而大品跟法华 前后何地也 大智多论引用玻雷经说 西菩提曾经在法华会上 听到几手低头 接得作佛 那到底 玻雷在前还是法华在前 因为 这表示说 到了玻雷会上 就是须不提参加法华会上以后 又参加了玻雷会上 那这样子到底 前后怎么定 就必须有融通的情况 所以可以证明佛陀一切实说玻雷 只是说呢 可能你这个人玻雷因言结束了 佛陀就用秘密不定 让你听到另外一个法华会上以后 比方说你玻雷经 你已经学成功了 你学了三年成功了 你的音言成熟了 你可以直接把心带回家了 那么你就听到的是滑滑的思想 或其他的思想 所以佛陀说法其实是通前通后 只是佛陀用他的不可思议的神通力 失事的秘密跟不定 让有些人听到 有些人不听到 所以就构成了听法中 共中有别 别中有共的 别五十通五十的差别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必须把这个善根的退转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 他说 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一个人 他经过天台教官 或者法华经的启发 他曾经回过家 他从一种倒妄想的思想 他曾经有过回光返照 安住一念心性 而启动了他的内在的善根 清静心 菩提业 但是他这个人 只是圣解 他没往生 那么到来生的时候 他的妄想要现前 那么这个时候 他的善根到底是退 还是不退 那么法华经的意思 有两层意思 第一个 约作用 退 就是他的功能 已经不能相续了 从作用的相续 他可能会有 暂时浮屠的阶段 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 涉利佛尊者 其实涉利佛尊者 我们看他的成长过程 他不是一开始 就走向小秤的 不是 他一开始是 写大圣法发不提心的 可是不信的是 他修了大圣法 修了六十小节 后来有一天 遇到一个婆罗门 这个婆罗门在路上 哭得很伤心 启动了涉利佛的慈悲 他说你在这边哭什么呢 他说我妈妈生病了 你妈妈生病 你要在那去看医生 这医生看了 但是要用一个 修行人的眼睛 来合这个药 我妈妈的病 才可以治好 他说 那我这个修行人 去哪里找呢 涉利佛心想 算了 反正菩萨布施吧 外财内财都布施 涉利佛恶话不说 把他的左眼挖起来 就说 你赶快拿去 给你妈妈治病 这个婆罗门说 尊者啊 对不起 我要的是右眼 你摸的是九眼 涉利佛说 好人做到底 他把右眼挖了 结果他把右眼 拿给这个婆罗门的时候 婆罗门说 你这个眼睛这么臭 你哪是修行人 往地上一甩就走了 那么这件事情 对涉利佛打击太大了 退大其小 从今以后 他觉得 杜花众生 不适合他 就把门关起来 就关闭的 菩提西纳 现出了处理性 这个也就是说 他的功能暂时消失了 后面事实证明 他也是坚责的阿罗汉国 所以从功能的相续来说 他是退了 但是 从本质来说 他没有退 各位 声闻人有两种 在法华记上说 有一种是 叫做定性声闻 这个人 从他开始 邪佛到最后 从来没有 接触大正佛法 从来 他一路就听到 阿罕金的思想 就是他的 在他的生命当中 只知道 知苦断继 莫名修道 这种定性声闻 这是一种人 第二种人是 退大取小的声闻 比方说 涉提佛尊哲 他曾经接触过 大正佛法 虽然遇到恶意言 暂时退传 但是这个人 他成就阿罗汉的时候 跟一般的阿罗汉 还不太一样 我们举两个例子说明 第一个 涉提佛尊哲同样是阿罗汉 你看他跟须佛迪 都是一样 三明六通大卸托 但是涉提佛尊哲成就阿罗汉以后 他领个五百人 到处油画 他的修量格局 跟一般的阿罗汉就不一样 他等于是佛陀地址里面 最得到佛陀一众的地址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从华华会上也看得出来 他的小乘三根里面 有大乘三根的灵动 比方说他讲一句话 佛陀华华会上 三桌说法的时候 法说 应言说 辟一说 第一桌的时候 说法以后 阿罗汉都没有感觉 第一桌的时候 佛陀先浅说 为什么要法佛陀地址 先讲第一层道理 但是这个时候 就启动 涉提佛尊哲过去的三根 他就出来讲话 他说 我去从佛文如是法 见诸菩萨授记作佛 而我等不亦此事 甚至赶上 私益如来无量之解 他说 我作为一个阿罗汉 从我自己本体的经典 从阿罕经的教诲 我已经是无学位了 照说 我是跟佛陀一样 因为佛陀也是 现阿罗汉的相貌 佛陀是 从本垂基 现出藏六比丘相 所以所有的阿罗汉 认为说 佛陀就是一个阿罗汉 只是他神通道理 比我多一点 如此而已 所以佛陀到最后 也要入面偏攻涅槃 但是 设立佛尊者 他就跟一般不同 就是 我习从佛文如是法 听到什么法 我看到佛陀为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授记作佛 而我等不亦此事 我从来没有看到佛陀 为我们生文弟子授记 那么这个什么样 身至感伤 私益如来无量之解 他内心会有所感伤 他有怅然弱势的感觉 这个就是大圣三更在活动 为什么其他阿罗汉 看到佛陀为菩萨授记 他没感觉呢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大圣三更没有退 暂时进入睡眠状态 所以才能够在法华会上 第一个发不敌心的第一轮 设立佛尊者 善根不能退 善法可以退 你过去的不实实觉的善业 当你把福报想尽了 你就什么都没有 就跟梅修一样 但是你在佛法里面的学习 得到一点觉悟 这个善根是可以累积的 是可以点点滴滴累积的 你前身的觉悟 今生可以再加上去 它是可以点点滴滴点 这就是为什么 佛陀可以很肯定的说 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 因为善根不可破坏 如果善根可以破坏 那就惨了 那这样子的话 时间那么短 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就 这么圆满的善根 因为善根可以累积 它是金刚种子 如十少金刚必尽不孝 你把金刚钻吃到胃里面 胃里面的消化液 也不能把金刚给消化 它就永远提到胃里面 就是说 诸位 你做所有的义工 造的慈善事业 这个对你来说 可能会影响到你 一生两生的快乐 但是从长眼的佛道来说 不一定有太大的 牛转的力量 但是你在佛法里面的学习 得到一种觉悟 这件事情就不可思议了 它的影响不可测 不可测 就是说 我得到这个觉悟 到底在我成佛之道里面 扮演什么角色呢 就没法测了 因为人往往在一念之间 你一念了觉悟 那么产生的影响 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你从内心的改变 意味着你整个生命的脱胎换骨 法界的改变 你外在的资粮 那只是一种业力 影响你的生命 可能一生两生三生 然后就没有了 所以善根是不可退转的 这是从本质是不可退的 好 我们看最后的总结 论曰 智者张安明文若此 惊人绝不欲目 上字额传阿含十二方等八支望说 为害甚大 故先声通论 次声别论 那么论曰 就是偶尉大师自己做个总结 他说智者大师 张安大师 已经把前面两种的开示 做得这么明确的说明 但是现代人完全不注意这件事情 还上字额传 我以前没有学天台 也是这样认为 他说 华言最初三七日 阿含十二方等八 二十二年玻璃坛 华华涅槃共七载 这种说法是很广 但这种说法危害甚大 为什么呢 因为你把这个道次第 讲得这么的固定 你当物的众生 起发善根的机缘 你看现在很多的 有些人说 你学佛要先学人天业果 再学空性 再发菩提心 这个只能够说言则上 但是你不能这样 所有人就这样学习 因为你这个人 他可以直接误入星星 你应该直接起发他的星星 然后站在星星的角度来学人天业果 站向星星的角度来学空性 空法 站在星星的角度来修六波罗蜜 那心胸开阔 日节相悲 但是你把所有的人都要经过这个道次第 那就危害甚大 你把佛法的修学次第定死了 所有人都先写安乐道 再写解脱 安乐道学完再写解脱道 再写博略道 那你这样耽误他的大乘善根的启发 大乘善根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他早一点启发 对他的影响 那他成佛的速度 那是日节相悖 但是你因为不学习参巧 结果你耽误他善根的启发 那这个对他的伤害 那就不可思议了 所以危害甚大 所以既然通五十这么重要 就是说你要融通 原则上启发三根是第一件事情 然后才有资格做资粮 原则上 但是启发三根 有些人要经过一个阶段 就可以启发 有些人经过两个阶段 才可以启发 有些人要三个阶段都走完 才可以启发 你不可以一概而论 但是大方向 把心带回家 启发你的大乘善根 站在佛陀的同一个心性来修学 这个是第一要务 而且这件事情是越快越好 越快越好 所以我们必须先把通五十讲清楚 因为这个影响太大了 对一个人的上根企画 有直接影响 我们休息十分钟 好 好 好